好 接下来关系的就是台北股市了 因为今天台北股市的指数持续在波动 一开盘上涨40点之后 在盘中还一度翻黑 下探到了8900点 尾盘靠着金融股的利多消息拉抬 所以中场上涨17点 说在8948点 而且量能放大到了1073亿元 台股创下34个月新高点 不过挑战9000点大关 静观勤确 10号一开盘上涨40点 随后卖压涌现 盘中一度下探8900点 尾盘靠着金融股发威 急拉翻红上涨17点 中场收在8948点 成交量放大到1073亿元 投资人大喜三温暖 现在将近9000了嘛 将近9000相对的高档 相对的高档稍微整理一下再上去 这样比较有力 不用烦了 我们基本面对很好了 阿土伯有信心 认为台股利空出境是先蹲后跳 加上学运即将落幕 福茂协议出现曙光 外资更持续加码 买超46亿元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20亿元 那当然是回归基本面 有好没坏 外资也看好 假如说没有这个学问的话 我看早9点就上级了 外资俊商巴克莱砍好金融股 不只第一季获利创新高 更渴望在第二季股底翻身 像是国泰晶10号股价相对强势 涨幅将近2% 股价来到45.25元 反观电子类股买盘不计 挑战9000点 还要再等等 三零新闻余城湖 陈一杰台北报道